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小兔崽子 快跟我回去 哪里跑 臭小子 快跟我回去 师父 不要逼我 鱼龙 你跟我回去吧 师父 师父 别逼我师父 怎么 不要心事灭祖 灭账 看我不收拾你 师父 别再逼我了 跟我回去 师父 不要逼我了 逼你又怎么样 师父 跟我回去吧 师父 不要逼我 师父 他 师父 你 静谷你送来我 静谷送 静谷送来 静了 师父 别再逼我了 再逼我 我 三儿 把刀放下 跟我回去吧 三儿 只要你跟我回去 师父绝不会怪罪你 三儿 站住 师叔 三儿 跟师叔回去吧 师叔 我不能跟你走 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 师叔 师叔 我告诉你 我这帮王兵里可有暗器的一动 你就没命了 师叔 师父要废了我武功 你快放了我吧 师叔 那你告诉我 跟你在一起鬼混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放了我吧 师叔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放你走 云龙 你师父来了 你跑不了了 谁说跑不了 不要开枪 这是我师父和师叔 只有你认他是师父 可你师父呢 他认得你吗 姑娘 你是干什么的 和他一样 孤魂野鬼 我要把我徒弟带回家 关你什么事 这枪一响 就会惊动君记 到时候 谁都跑不了 四十二 跟我回去吧 抢扭得刮布铁 你身为尊长满大街地抓他 你这不是帮了别人的忙吗 师哥 师哥 这狼子回头也不是这一会儿的事 我看就再放这小子一马吧 师父 师父 师叔 那我先走了 姑娘 你要是把云龙带上邪路 我离险绝饶不了你 这就不劳您操心了 云龙 走 三儿 师父 师叔 三儿 三儿 师父 师叔 我走了 三儿 有空 回家看看啊 三儿 三儿 好了好了 神更半夜的 别叫了 师父 师父 不要打死我 师父 不要 不要费我武功 师父 师父 太极了 师父 这有аци 把你带傲 把你带死去 六月 iki큼 你带了什么 大烟 抽了这神仙烟 一切烦恼 就都没有了 师父跟我说过 不然我帮着东西 你师父还说过 要废你武功呢 他说的 未必都是对的 师哥 看 信 这傻小子呀 该回来了 哪儿来的 我出去买油条回来 就看这门上别的这封信 这小子肯定偷偷回来过 师哥 我就知道他憋不住 这么漂亮的字 不像是字节的 他不会去请别人写吗 再说了 约会的地点 只有咱们的人知道 师哥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得去 对 去 师哥 我跟你一起去 师弟啊 你要是再跟着我 别怪为兄的跟你翻脸啊 师哥 你看看你 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怎么交代呀 你说 师哥 我是个福星 福星啊 师哥 你还是带我去吧 看你说的 就像我要去入龙潭虎穴 不就是当师父的屈尊辅救 去应弟子之邀吗 师哥 你 你就带我去吧 你 我可告诉你啊 今天你就给我在家老是待着 哪儿也不能去 不让去就不去 不让去 你不让去 就不让我去 就不让我去 我干嘛不去啊 我还就去了 我就去 我就去 快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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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了 上面 姓李的 下来吧 王军爱戴你这只老燕子 李云龙已经喝多了 让我们来接你 这太极楼 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姓李的 就算你是只神燕子 今天你也飞不了了 还是下来吧 黄军不会亏待你的 金钱报 你敢当汉金 绝没有好下场 抓住这只老燕子 走 快 我让他跑了 你别让他跑了 被掐了 那边 师哥 别让他跑了 快 抓住他 快快快 抓住他 快快快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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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看见我开枪了 看 看见了 都给我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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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你让开 快 追 让开 让开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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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不是好惹呢 抢天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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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让开 停 给我滚 让开 让开 到开 让开 让开 师哥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师弟啊 师弟 他们想抓住我离邪 没那么容易 师哥 今天的事跟云龙没关系吧 对啊 这个太极龙 除了燕子门的人 没人知道啊 我是不嫌弃于难 而太极龙只有我和我师兄知道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 说 你想杀我 那你杀了 我怎么知道太极龙是你师徒俩见面的地方 你经常喝醉酒说醉话 灰蒙龙里什么人没有啊 云龙 你师父受了伤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我还有脸回去吗 你心里愧疚 是不是 我师父是因为我受的伤 我就是挑剑黄河也洗不清 我师父也是 他就当我死了不就完了吗 俗话说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你们师徒俩误会太深 要不 我陪你去燕子门 找你师父解释一下 你什么意思 你刚才不是怀疑我吗 那 我就跟你回去一趟 当面问问你师父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燕子门 离这儿也不远吧 我们燕子来朝 密不识 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不问了 听说 你师哥走的是正道 跟地下打抗日 前途光明 你跟我说说他的事情吧 我那个师哥 他除了长得帅 没有变 你怎么老打听燕子门 和我师哥的事 我是想 我们和他一起干 这样双方配合 竹帘必合 你师父就不会怪罪你了 他们那个地下党规矩太多 我只想独来独往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回去一趟 你说呢 给你玩 儿子 リーカン tim 嗯 嗯 嗨 我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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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哭 哭 请 您不是说去南门吗 这还没到呢 您哪儿那么多废话 谢谢 来 请 请 好 谢谢小姐 来 来 先生 去西门 好嘞 走 走 救出 妈 都规律了 摋下来 ahu 摇下来 好可疑 快来 祂 对 你还知道回来啊 弟子回来 主要是想看看师父的伤 大鱼人身上 哪有不沾水的 李渔龙 我爹的腿是不是弄伤的 师姐 我真不知道 那天我得到消息赶过去以后 师父他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天打无雷轰 好 我来问你 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我李渔龙也是个男人 身边就不能有个女人吗 你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渔龙啊 你要跟我说实话 你这次回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师父 我想单打独挑 什么 李渔龙 你回来就说这种话 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啊 你知道吗 那天接法场的路上 我爹 师叔 还有师哥 所有燕子门的人都去了 只是你没有看见 就怪我们没有去救你 好了好了 你们俩都不要说了 花构 啊 我寻找你 味道 师父 下去吧 走吧 走吧 舒服吧 师叔 舒服 三儿啊 咱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是说有几句心里话 今天要跟你说说啊 您说 其实啊 芸汐说得没错 自打你被关进去之后 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 就说你被送罚场的前一天 我们还打发人给你送信 这边 这边 信是你们送的 那可不 三儿啊 今天就咱爷俩 一个人 哈 你 你忘了 睡了 师哥 三儿呢 来 你算算 三儿呢 三儿 三儿呢 我说师弟啊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这刚才 连个人你都看不住 师哥 刚才 但是刚才 现在呢 这小子 他真是跑夜了 李师傅 刚才到你屋里 你不在 直到你推收了赏 给你蹲了鸡躺 好好补补 真是麻烦你了 可起什么 要没有你们手留我 我不得和这气势似的 让罕奸鬼子给宰了 多谢多谢 不用 不用 你们想忙着 我把鸡躺盛上 来 师哥 你坐 您坐 您坐 坐 坐 师弟啊 云飞跟了共产党 云龙也要单飞 你倒是说说 怎么才能把他 留在燕子门呢 这个事情 我还得认认真真 帮你琢磨琢磨 师哥 眼子翅膀硬了 早晚都要单飞的 回来了 怎么了 那天送信的 是我师父吧 信明明是我托人送的 你可以去查呀 可是我师兄师姐 不是这么说的 你只相信听到的 不相信看到的是吗 云霖 那天我一早就去了 是我请的陆陵好汉 制造了混乱 才给你造成了脱身的机会 燕子门的人去没去 我没看见 也没听别人说过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从小跟我师父 一起长大的 我师父绝对不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活着回来了 他们不这么说 怎么跟你交代啊 我看不清 什么都看不清 什么都看不清 igner 你可以谁的话都不相信 但是是我救了你 这个总是真的吧 没有 陆陆到人 没 好 铁嘴 找有事吗 大小姐 这说说的嘴啊 就是抛闪的推 要是中庭的 你就咋磨咋磨 要是不中庭 你就掺大二旁访 不愧为是说书的 先生 好了 你就别再铺垫了 有话就直说吧 咱这燕子们 要想留住于笼 非得大小姐你 擒自出马呀 这句话我就不懂了 看不出来吗 鱼龙糟就对你 打住 这是我们燕子门的事 你最好少管闲事 再说 现在那些日本人 这么恨我们 我们随时 都有被满门抄斩的危险 你还是走吧 大小姐啊 别再说了 师父 其实他也是好心 他是好心 也是好人 可是我就讨厌他那张嘴 把所有燕子门的功劳 都归到一个人的身上 你说 萨儿就是再能 还能捅破了天吗 嗯 可您要这么一说 从今往后 铁嘴巴王在这里 可就待不下去了 其实 我是故意弃走他的 我不想他再留下来 受连累 你这个小机灵鬼 趁机不练功 我告诉你啊 以后大人的事 你最好少滚 来 站好一点 手伸直一点 腿 上去 来 集中精神 表面的毒算是排出来了 可是这毒气 要是浸到骨头里去 只怕你这条腿就不灵了 我离显何惧一条腿 这两头腿 可是燕子的一双翅膀啊 是啊 燕老当归 这也许是天意啊 所以我想退隐掌门人 师哥 我这耳朵有点背 你刚才说什么呢 燕子门的掌门人 不能是一只 断了翅膀的惨燕哪 再说 聚合群燕却和日本人周旋 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只能拖累燕子门 不如未雨绸缪啊 可是 这掌门人 由谁来接替好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啊 师哥 我这耳朵又背了 您刚才说谁呢 是啊 李德眼明心细 憨厚而聪慧 如果唐鸡师父同意的话 选个吉日 我们就开香堂 哎呀 二位师兄 我还没答应呢 你们二位就把我给办了 你看 人家可还没答应呢 师弟啊 你就不必推辞了 论人品 武功 轻功 你都不在于兄之下嘛 哎 这话我爱听 不过 这掌门人 我说啥都不敢 为什么 前两天 咱哥俩不是商量过 想办法 把这云龙留下嘛 哎 云龙这孩子玩野了 不会再回来了 我有办法 让云龙回来 你有什么办法 说 哎呀 你痛快点 快说嘛 师哥 不妨让三儿回来 当掌门 三儿 什么 你要做掌门人了 师父要隐退 推荐我当掌门人 看来师父还挺喜欢我的 你说你师父喜欢你 可我觉得 他是想借这个机会 用门规来套牢你 以后你再想这么自在 就办不到了 不会吧 你想过没有 你当了掌门人 是你师姐听你的 还是你师哥听你的 好 到时候 这燕子们 还不是他们两个 说了算吗 娘的 原来他们想算计我 云龙 这天底下 只有我是真正的对你好 师父 使叔 对云龙做掌门这件事情 我有些意见 说吧 现在云龙身边 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我们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她们表面上是在抗日 可实际干的都是些 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 还有更关键的 我怀疑师父的腿伤 和那个女人有关 允飞啊 你说这些 可得有真凭实据啊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相信不久便会水落石出 师父 这件事情 是不是再等一等 可 可问题是 我已经跟云龙说 让她当掌门了 师叔 好了好了 都别说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一碗水端平 我的腿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不能再等了 按照咱们燕子门的规矩 你们兄妹三人要夺标 圣者为掌门人 燕子金标乃燕子门掌门信物 谁能取得金标 我离险 我离险 就把掌门人 让给得标者 为光大我燕子门 并先祖一训 你三位 必须以功夫取胜 不可使用暗器 不可使燕子金标 落水或落地 遗嘱向内 谁能得此金标 谁为胜 由唐鸡大师作证 不要 红柠盾 到 诚哥 接着 了 还 走 爹 师父 爹 我想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哥 论年龄论人品论武功 都非他莫说 都非他莫说 爹 我愿意把掌门之位让给他 于飞 你意下如何 师父 这个掌门之位我不能当 师哥 你 我不想说谎 我已经参加了抗日团体 不便再做掌门人了 三二 要是把掌门之位传给你呢 师父 我没拿到金镖 按照师父刚才的约定 没资格当掌门人 再说 我想单打独挑 夺金镖定掌门 这是门里的规矩啊 哪能让来让去的 师哥 还是按规矩办吧 好吧 请唐吉大师 你选个吉日 传金镖定掌门 明日最好 铁嘴 干嘛去啊 三爷 现在是你使节当了掌门人了 前两天我这铁嘴得罪了姑奶奶 我这哪是铁嘴啊 我这是多嘴啊我 你说在祖 咱这不是子头没趣吗 拿着这个 去买个四合院 好好编书吧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以后有事儿了 一句话 哎呀 你看瞧了 我这正好有个事儿想求你了 说吧 哎 畅言说 眼过流省 人过流命 你这一辈子是知了 我是吃开口饭的 不就拿钱得罪了什么人 人家就得把我这铁嘴酣上 这孩子本罪着说的跟着我也没什么处心 要不你收他当个徒弟啊 先生 你知道 我是孤魂野鬼 收什么徒弟 这徒弟能收 跪下跪下 磕头 师父 哎 我还没答应呢 磕什么头啊 看样子得有十七八了吧 筋骨都硬了 还上得了房吗 上房得搬梯子吧 师父 我也是孤儿 你就收下我吧 哎 收下吧 起来吧 我收了 不过这总得有个见面脸吧 关公身边有个扛刀的周仓 你就给我当个提枪的送来吧 你小的命好啊 哎 哎哎哎 哎哎 墙 我以后啊 改用枪了 哎呦 是这个枪啊 哎哎 我们走了 走走 先祖在上 燕子门第十二代掌门人李显退位 由第十三代弟子李云新接任 往先祖避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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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李云新接标 走 弟子李云新 现接任第十三代掌门人 我要让门帝为我荣光 我如有半点懈怠 这里是寺院 我甘愿削发为你 终生不入红尘 特此盟事 唐吉大使啊 这次多金镖定掌门 虽然没能留住云龙 可毕竟了却了我一桩稀释啊 就算留住他 也很难改掉他那一身的痞子习气 为什么 人之结局都是自取 说到这因果之事 就犹如这片叶子 有的落在大道上 有的又落在阴沟里 那你说云龙呢 燕子门均已轻功出世 这羽衣一风自然要飞 走江湖 行走江湖 风雨无阻 白色红色 白河因素 坎坷拉开 拉开了距离 无解家中 家中了痛苦 深夜 降临了今晚还没有归宿 明天 明天 早晨我 还要独自上路 年复 年复 一年冰雪 入雾 茫月 荒野 爱情 增加了勇气 四年脚步 行走江湖 行走江湖 风雨无阻 白色红色 白河因素 不 BYYi 预备 到来 准备 至少 水 几过 看见 准备 和 阴 河因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